期待已久的电影《梅艳芳》 相信大家最近已经看过预告 和出的第一张海报 今天大家看到 坐在我身边很开心 请到梅艳芳的两位主角 来跟我谈谈 分别是古天乐和黄丹妮 黄丹妮当然是做梅艳芳 但我很有兴趣知道 古天乐故事 梅艳芳的两位主角 我做男班梅艳芳 我不认 我就是这样 我认识梅姐的梅艳芳 梅姐的所有白脸形象 都是她出自她的手笔 我认识刘培基 如果熟悉梅姐 便知道这是她身边很重要的朋友 为什么你会肯接这个角色呢 首先我觉得她在梅姐身边陪伴她的成长 尤其是有一场戏 我觉得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梅姐最后一场演唱会 她找刘培基 说她想完成她的梦想 那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她想嫁给她舞台 她帮她做了一场婚纱 其实梅姐在过往 这么多不同的形象 都比较大胆的创新 那时候来说很前卫 都是刘培基帮她的设计 你会不会刘培基 我不会 梅姐呢 梅姐见过一两次 相反 Luise 找你做梅艳芳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找我做梅艳芳 还有当时的压力相当大 应该 说一下给我们听 我一直没有想过 我会去接触电影圈 这个范畴 但是有一天 突然之间 我Facebook Inbox 就收到一个短信 就问我去Casting 我第一时间 其实我以为是网上骗案 其实我一直都是用一个 我很努力做陪跑的心态 我真心觉得应该不是我的 但是我也努力做 然后就收到 选中了我这个消息 然后其实我走了老的 我是买了机票去了泰国两天 然后躲在酒店房里哭了两天 踏出酒店房那一刻 就说好了 就决定我努力这样做 其实《故事》 我觉得她也挺适合做梅艳芳 先不要说样子 她的经历 就挺梅艳芳的 是吧 又是参加比赛 是吧 做了模特 你又是单亲家庭 是吧 其实很多东西都很相似 我都觉得她有梅艳芳的气质 你身为男主角 这部电影 知道要跟一个新人合作 你当时是怎样想的 第一件事一定会问导演 他跟我说 他见过很多 classical的人 你都想知道 哪个是梅姐 都想知道 但见到之后 真心说一句 很放心 这个是外貌 实际上拍摄那时 拍摄那时是怎样的 我有很多场影 其实见到她 有时在我的住境 就是在我家 亦会有采访的东西 那些旧楼 那部电影有时有很多东西 为什么这么好笑 我现时有时打灯地走开 有时那场影没有只有我 有时见她转角位的旧楼走出来 我都觉得 我已经说完了 你又知道吗 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的 首先我想说 我不是梅艳芳 我们都很明白很多人对梅姐 是爱戴和有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其实我是以一个新人的身份 去透过梅艳芳这个角色 就是我演绎的角色 去令大家了解更多关于梅姐的传奇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